新闻开始来看到的是 邻居之间居然为了停车问题翻脸了 新北市三愁 昨天晚上八点多 发生了一起力气攻击的事件 而同栋的邻居 就是为了停车问题 机院已久发出了口角 违规停车的廖姓男子气不过 就直立气砍伤对方 导致他两只手指都被砍断了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而廖姓男子犯之后 就骑乘机车逃逸 历经两个小时 嫌犯还是落网 破乱场景交扎吆喝声 这起事件发生在三重重阳路三段 晚间八点多 在西然人往的街道上 上演一起惊险的警匪追逐事件 历时两个小时后 远警终于顺利将嫌犯制服 并带回禁局 前一是因为住同栋公寓的两名男子 因为机车停车问题 发生口角还当场大打出手 至了解住在四楼的六姓男子 近期都会将车子停放在停车场出路的道路中 导致住一楼的陈姓男子 早上无法将车子开出 想打给六姓男子处理 却没接通 于是男子按喇叭提醒 却引发两人口角冲突 到了晚上六姓男子还是气不过 找陈男理论 吵不过就拿出力气向陈男攻击 导致被害人左手两只指头都被砍断 警消到场后赶紧将被害人送往医院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而六姓嫌犯犯案后就拿着力气骑乘机车逃逸 现场也紧留下刀鞘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气 经调查后发现料性男子有毒品前科 现在又最佳一条 因为小纠纷就有大开杀戒 一个气不过造成一辈子都要背着案底过生活 实在划不来 记者亚亚竹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